嗨 各位豆腐们你们好 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 我会指寒你的青春豆 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个宝品的广告 它是说抗老化抗自由基减少皱纹 里面它就会有一些抗氧化物质 或是抗老化物质 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像广告上面写的 真的有这么神吗 你今天你是聪明的消费者 你要如何去判别 它到底可不可以做得到 广告上面讲的这样子 这集由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抗氧化 绝大部分的保养品啦 就是某一个等级以上 我们不要讲说那种两三百块的那种保养品 我们讲说一千块以上的 它通常里面一定多多少少都会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那为什么保养品里面一定要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呢 其实它是用来去保护我们的皮肤的 好 那我们先从氧化这件事情来讲 一个氧气的molecule 它是O2嘛 例如说我们呼吸进去 我们呼进去的那个是氧 O2对不对 那这个O2是怎么来 它是一个氧加一个电子 一个氧再加一个电子 两个结合在一起 它就变成一个O2 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当例如说太阳光 环境污染 或是因为种种的关系 例如说我们的饮食 或是我们自然的老化 它让这个氧呢 它分离了回到O 然后再加一个电子的这个情况 它的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这个不稳定的东西 它就会在我们 不论是皮肤或是身体的所有的组织里面 它都会造成伤害 O加上一个不稳定的电子呢 它就会去破坏我们的DNA DNA这个东西呢 它会因为我们的细胞 它就一直被复制下去嘛 但是如果说它今天复制错了 你今天你的细胞就会变成怪性化妆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会变老 然后它会长癌症 然后它就是回不到以前那个年轻时代的那个细胞 所以我们人体它就会有repair system 特别讲皮肤好了 皮肤里面它有很多的抗氧化物 它就会去中和掉这个氧化的物质 观众大家会比较常听到的就是什么 维他命E啊维他命C啊 然后还有像ubiquinone 就是Q10这个东西 其实是在我们人体里面本来就有的 还有第四个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骨光肝态 骨光肝态本来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呢这一些抗氧化物呢 会随着年纪越变越大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下降 人体这些东西下降了以后 我们就要补充 不论是吃的或是擦的 保养品市场里面 它就会想要去promote 这个道理就在这边 抗氧化物质其实在保养品里面非常非常多 现在你把你手上的那个任何的保养品拿出来 可能会看到某一些名词 你不太知道的 然后你去google 它就会说它是抗氧化 最有名的抗氧化 其实它就是多分类的成分 多分类的成分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看起来非常不好吃不可口的花花绿绿的植物 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们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 今天一个植物它要生长在太阳底下 然后温度又这么高 可是它们又要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茁壮 然后长到这么大只 它里面一定富含抗氧化物 就是水果啊 然后红椒啊 然后花椰菜啊 花青素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它其实它是属于多分类的抗氧化物 Polyfino里面它又分黄铜类的 黄铜唇 它就是这些化学物在那边变来变去的 就是黄铜类的东西 然后像花青素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像一些耳分类的东西 非黄铜类的东西的话 它有分就是Egalic Acid 就是像一些什么有丹宁类的东西啊 最常听到的Respiritron 就是那个在红酒里面的东西 它其实是非多分类的东西 反正这些东西有很多很多种啦 抗氧化刚刚讲这么多这么多 为什么要大家要知道这么多 就是它这些东西都是抗自由基 是因为今天一个抗氧化物A 它把这个电子拿走了 它跟它综合掉了 它是不是就少一个 所以它就需要另外一个抗氧化物再过去 所以它们通常都是打群架的一群 就是它会这个供应给它电子 然后下一个又另外一个又供应给它电子 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产品 它通常会有好几种抗氧化物 全部加种起来 为了就是那个电子的那个传递 这个给这个 然后这个又给那个 另外这样子一直给来给去的 我会让大家好像有点不安 就是我一定要插到这么多 我今天我皮肤才会受到很好的保护 也不是这样讲 这就好像我们今天 我们要吃各种不同的食物一样 抗氧化物也是因为 擦在从各种不同的食物之中 萃取出来 放到我们的皮肤上面 对 我们的皮肤是有一些帮忙的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量力而为 抗氧化物可以放在白天 你的防晒乳之前 晚上的话就是帮助修复啦 所以它白天晚上都可以擦 你今天问我说 吃的跟擦的 有没有擦 擦的如果它今天 它的配方是对的 pH值是对的 然后浓度是对的 它在皮肤上面 它就会有它的功效 它跟吃的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吃的重不重要 绝对非常重要 不是说我今天我去买 很贵的保养品 然后擦在脸上 然后我回家我就是乱吃高糖的食物 然后晚睡觉抽烟 然后又喝酒 然后就期待你的皮肤 可以magically变成20岁 50岁皮肤变成20岁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还是应该要吃对的食物 很多的蔬菜水果 少吃高糖的食物 为什么吃高糖的食物 对身体这么不好 对皮肤这么不好 今天你吃了一个糖下去了 它就会产生出很多很多的 刚刚讲的reactive oxygen species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反对 我的同事喝手摇饮料 为什么觉得吃那些蛋糕饼干糖果 其实对身体很不好 我们不是讲皮肤 因为皮肤只是我们全身上下的 其中一个器官的表现 你今天皮肤老化 你身体你怎么想说 你怎么可能会年轻到哪里去 老化它其实是一个慢性发炎的反应 那我们就是要尽量延缓 这个慢性发炎的反应 我们今天才可以活得漂亮 才可以活得长寿 那我吃了糖 我没有什么不救方法 不要吃糖啊 可是容易糖上瘾欸 因为吃了糖会有种 好像精神突然变好的感觉 这个就是一种上瘾 你去吃了以后 你获得了精神上的这个 satisfaction之后 然后你就会更上瘾啊 所以你一直有这样子的 上瘾的这个感觉 就是你永远就戒断不了啊 抗氧化其实不太等于抗老化 好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些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它会造成我们胶原蛋白会变性 胶原蛋白变性之后 它就会长出皱纹嘛 抗氧化物质 它们只能去中和掉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它并不能逆转回来 这一些胶原蛋白变性 意思就是它只能预防 它并不能让它长出新的胶原蛋白 这一些抗氧化物质 你今天你要把它详称 它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已经发生的 它就已经发生了 OK 除了维他命C以外 维他命C我会在之后有一集 会跟大家再更深入的聊一聊 抗氧化不一定能抗氧化 但是抗氧化一定要抗氧化 对不对 抗氧化一定要等于抗氧化 也不见得 增加胶原蛋白的 A酸A醇A全 它一定是抗氧化 可是 它没有抗氧化 可是它没有抗氧化 那有没有说我吃了多少 它会停留在我身体多久 还是是我每天都要吃 你每天都要吃啊 那就是 就不能 OK 健康的皮肤 健康的身体 真的是长久累积下来 它不可能就是说 我今天吃了一餐很健康的 我明天 我下一餐我就可以 薯条汉堡可乐这样子 你真的要讲的话 通常会在身体里面 用小时来计算 小时哦 OK 所以 为什么我们吃三餐 每三餐 每餐都要蔬菜水果 的道理就在这边 如果是营养普通 我是不是就可以取代这些东西 OK 抗氧化的保健食品 我觉得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的 但是 它的前提绝对不可能是建立在 就是说我今天吃的食物 或是我今天常常去晒太阳 我所有的生活习惯通通都不健康 然后我去吃20颗的 例如说 你刚刚对照我那个表 然后你去每一个你都去买一颗 或是每一个你都去买一瓶 然后抹在脸上 你就可以 永保青春 我觉得这个就是 懒惰的人的想法 就是 不 欸这个也不懒惰 这个是头脚包啦 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对啦 你还是 你还是要 有一个很好的饮食 跟 很好的 就是睡眠 exercise 然后这些东西 这个都很重要 刚刚关于我讲的这些 大家想要看那个对照表的话 就是link below 就是在我部落格里面 我把这些东西把它写 写出来 大家可以去对照 以上是我对抗氧化物质的 一些小小的见解以及看法 喜欢我录这些教育短片的like 还有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绿茶喔 这件事情 绿茶其实可以被夹在保養品里面 然后 然后 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 然后 我决定想要把它放在我们精露里面 但是因为 精露里面它含有那个flavanoin 就是它有含有那个大豆 它是有一个抗氧化的成分在的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皮肤脏壁功能